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正经纬 非常高兴我们在空中见面了 那今天要来谈的是亚洲局势 亚洲局势我想跟我们华人关系密切 那不管东北亚东南亚 最近这一年来 也不要说一年了 实际上这五年来都不安宁 对不对 南海黄岩岛一直到现在 那更不要说 这个礼拜美国总统拜登就来了 那未来的亚洲 有没有可能发生核战争 因为理论上来讲 在全世界历史当中 被丢过原子弹的地方在哪 对不对 长期广岛 日本 那在哪里 亚洲 除此之外 没有是因为战争 被丢过核武器 所以亚洲有没有可能 第二次再发生核战 那当然现在跟当时情况不一样 因为在二战最后面快要结束之前呢 美国有那个曼哈坦计划 那爱因斯坦呢 他们那就做了这个原子弹 那当时听说罗斯福总统 只有他知道曼哈坦计划 他的副手杜鲁门是不知道 有这个所谓的核武器这件事情 因为当时这个核武器太先进了 大杀伤性武器 没有因为是极机密 所以听说当时这个曼哈坦计划 在编列预算的时候 他的是极机密啊 除了总统之外 就特定的人士才能知道内容 其他上面就只有写曼哈坦计划 多少钱 当时听说杜鲁门啊 是副总统啊 他想我都当了副总统啊 这个曼哈坦计划到底是什么 他就把那个将军啊 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叫来 说什么叫曼哈坦计划 为什么每一年要编列那么多预算 那个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啊 就跟那个副总统说报告 因为你的机密等级不够 等你当总统的时候 我一定跟你报告 所以你想这个杜鲁门啊 不过人家有命吗 对不对 罗斯福在任内啊 这个因病病故啊 二战之前病故 好 那杜鲁门就接了 这个总统接着用选举嘛 什么后面就赢了什么之类的 那当然曼哈坦他就知道了 后来在波斯坦宣言之后 他就觉得说 我既然有这么大的厉害武器 对不对 我就要用嘛 听说当时日本天皇啊 对于那个无条件投降这件事情 是已经啊考虑 就说我可以无条件投降 但是你能不能保有我的这个国家的体制 比如说有天皇啦 怎么样怎么样啊 还在谈 就没想到崩崩两颗 丢了日本都懵了 所以最后宣布啊 无条件投降 他反正就已经打败了嘛 他不投降 最后被歼灭嘛 好 那就讲回来咯 杜鲁门知道之后 这个核弹呢 原子弹呢 就出来了 但现在都已经做核弹了 那现在动不动啊 随便一个这个核武器啊 都是当年长期广岛 什么三百倍 那个当量啊 都三百倍的 那你就知道 那丢一颗 随便就抵他个 什么几百颗啊 那多厉害啊 那当然的杀伤力就很大 那至于呢 未来的亚洲 现今的发展局势啊 更加复杂 有核武器的国家 我们数一下啊 那中国不用说嘛 新中国建立之后 这个两代一新啊 这个就有了 对不对 那朝鲜也有 印度也有 这个还挺密集的 这一代都有核武 韩国呢 吵得要 韩国也说 我也要要 当年啊 听说在这个 呃 等于算是 呃 尼克松啊 当时提出了 关岛宣言之后 台湾也在搞核武研究 啊 韩国也在搞核武研究 但后来都被美国啊 给破局了 就是功败垂成啊 研究了半天 但没成啊 但据说据说啊 韩国 韩国啊 南韩 虽然呢 美国已经 强制啊 他把所有的核武研究 暂停了终止 但听说 他藏了一批啊 核燃料 那这个真的假的 不过都传言了 哈 但当时听说 韩国是搭上的 法国的这条线 啊 搭上法国这条线 那据说呢 这个台湾搭的是南非的那条线 哈 那这个就不多说 改天有机会啊 我们再来讲讲啊 当年那一段呢 甚至有那个 呃 这个飞机啊 这个 莫名其妙的爆炸这些事情啊 太有趣了 好了 现在讲现今 现今 亚洲会不会有核战 对不对 因为如果没有 这个 什么印太战略了 打核战的概率不高 啊 中朝关系不错 对不对 中印 大家也知道 这个打核战争啊 就是 最后结束的时候了 对不对 你准备 这个 这场戏不演了 大家就丢几个原始弹 大家就回家了 就完了吗 对不对 所以中印呢 会克制啊 那俄罗斯有啊 那俄罗斯 那应该算欧洲 那也跨亚洲了啊 好 所以你看 这一代都有啊 那美国现在进来了 他有 哇 那这下复杂了 那到底会不会 有这个核战发生呢 很多人究竟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当然最敏感的是 拜登这一趟 日本韩国的行程 但是他是 20号先到韩国 那22号到日本啊 兼日本岸田 见了面之后 再跟澳大利亚的这个斯卡特莫里森 还有印度的莫迪开一个Quart会议 在日本大概24号结束回家 那当然在美国 白宫啊 发布新闻发布会的时候 他在这个这个新闻稿里面啊 他讲说总统到亚洲的时候会有一个停留 他这个停留的概念 他后面是一个S啊 代表是多数的 呃 也可能停其他地方 那种技术性降落是可能的啊 那当然呢 在有没有核弹发生之前 跟他去什么地方 有一定的关系 好 那我们先讲他大概会去什么地方啊 那不用说嘛 这官方已经告诉我们了 韩国 日本 他会去哪 很多人的现在都在讲 他会去台湾 哎呀 我觉得那个概率是微乎其微啊 微乎其微 很多人都说呢 这个拜登啊 一定会去台湾啊 这个你可要知道 那个叫做红线 美国不会玩到那个程度 他不是啊 不懂 对不对 他很聪明啊 但模糊战略 是美国现在在打的战略 对不对 这个战术上 你看前两天国务院的网站 我就要讲那件事情 在那边玩文字游戏 对不对 对台湾的定义 什么什么 把那个原来 美国不支持台独这个字眼拿掉 那当时很多台独的人就认为说 哎呀 美国支持台独 那你也想太多了 不到48小时 国务院出来说 我们一中原则没改变 对不对 网页文字游戏啊 不要当真啊 那个叫做什么 就是模糊战略 就这个概念 对不对 一会前进一会后推后推 然后他你说他太前进了 他说 哎 我在后退啊 对不对 身体是前倾 但他说 我的脚在往后走 哎就这种战略啊 所以呢 这个去台湾啊 就踩红线 那个就是 要打核战啊 那个真的是要翻脸啊 那他还会去哪 有些人说呢 菲律宾啊 刚刚呢 总统大学完 他可能呢 哎 在菲律宾啊 停留 闪电式访问几个钟头 然后呢 继续朝日本 啊 再去韩国啊 什么日本这样 或者日本结束 进菲律宾 回美国也OK啊 那 但这有一个可能吗 因为地缘政治上 如果他要 在南海 对不对 要有自由航行 菲律宾的基地 太重要了 对不对 空军 陆军 海军 都要基地啊 所以菲律宾 可能是会去的地方 但有人说 哎 他要去越南啊 拉拉越南啊 因为所谓印太经济框架 要有劳动力市场 要拉越南啊 但我觉得越南概率不高 新加坡概率50啦 越南大概也就40 新加坡50啊 嗯 去菲律宾 还有可能在60% 去台湾20% 但是呢 去中国的概率有多高 我觉得大概只有1% 但是那是他最应该去的啦 虽然只有1%啊 对不对 但实际说真的 拜登上任至今 真的如果要追求一个 地缘政治上的稳定 世界的和平 解决恶乌冲突 他这一趟应该去中国 当然要去中国 对不对 但实际上来说呢 在现在来看哈 美国总统啊 实际上虽然是美国最高的 这个统帅哈 也算是三军总司令那个味道 但实际上呢 在美国整个政治体制官僚当中啊 因为毕竟总统是文人 虽然军人呢 是对国家效忠 但是军人在作战的时候呢 永远想到的是胜利 对不对 你去问1万个军人 他告诉你的答案都一样啊 胜利我一定要打赢嘛 对不对 要胜战 打仗要赢嘛 好 所以呢 美国历史上 曾经啊出现过 就是军人啊 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瞒的总统啊 那话呢 是怎么说的呢 这个叫说大概在 大概有将近两千年的时候啊 实际上呢 这个机密是已经解开了 话说啊 是在这个1968年的时候 1968年呢 是那个 林登 约翰逊 林登 Johnson 当这个 美国的总统 当时越南正在打仗 他上来之后呢 发现这个 在1968年的时候 那个战事啊 在越南非常的焦灼 啊 当时驻越南的 美军司令 是那个威斯特摩兰将军啊 四星上将 很多人可能在 那个 那种 资料片都看过 他的那个长相啊 一副那种职业军人 很彪悍的样子 那他当时是 驻越美军的司令 然后呢 因为在1968年的时候啊 实际上 当时的这个越共啊 这个北越 北越 发动了春季攻势 啊 大概有八万多的 这个士兵啊 在 整个越南啊 北越南越 一百多个城市 发动啊 这个攻击啊 都南越了 南越多啊 北越干嘛要攻嘛 南越南越在这边打啊 那当然对美军而言啊 这个是压力非常大 那个前方呢 不断的传来讯息啊 要求总统这边要支持啊 对不对 要要要多派兵啊 多征兵啊 多给武器啊 一定要打啊 好 那话说在 这个 一月的时候呢 实际上对 这个 林登·Johnson啊 来说是真的不好过 因为呢 在这个 一月二十一号的时候 实际上 在越南的西山啊 那边呢 五千多个陆战队的士兵 被两万多的 北越士兵啊 已经包围了 那当时呢 这个战况很急迫 那这个 这个前线就传来消息啊 这个林登啊 林登·Johnson啊 就听得很头大 那就在这时候呢 1月二十一号 1968年1月二十一号 这个韩国总统当时 朴正希啊 有人要刺杀 就把他老婆给打死他 他在一个演讲台上 那个杀手 棒棒棒开枪 就夫人重担啊 接着呢 到了1月23号 才两天 这个 美国的一艘 这个算巡逻艇 被朝鲜给扣了 对不对 接着又隔 同一周 没隔几天哦 有一架携带 四枚哦 四枚核弹的 B-52轰炸机 在哪里 在格林兰 图勒空军基地附近 坠毁 有人说 这个核弹都找回来了 这个到底有没有找 听说西班牙当年那一次啊 这个轰炸机跟加油机相撞 有一两颗啊 听说到现在都找不到啊 掉到大海里了啊 这个叫 那个断舰嘛 他们代码叫断舰 电影都看过啊 好 那接着到了29号 我们从21 23 接着飞机碎毁 到了29号 这个 这个整个越南这边 这个北越啊 就发起了1968年春节公事 就农历新年啊 春节公事 对不对 因为以前啊 北越跟南越打 都是呢 打了跑战略 就打一打 你调兵潜将啊 飞机来了 他跑了 没了 不消失不见了 对不对 可能那你去找 一群人在耕田 但他的AK47啊 可能藏在水田里 你根本看不到 对不对 但在1968年的时候 北越这边呢 就觉得说 整个在战局上啊 他准备要搬过来了 所以呢 要开始进行春节公事 哇 8万多 打100多个城市啊 美国什么领馆也被攻击啊 那个简直是啊 打的这个美国是灰头土脸 因为美国在二战的时候 打了大胜仗 对不对 那个整个军方的将军啊 他们都是经历朝鲜战争 对不对 二战朝鲜战争 一路打过来了 你想 那个 那个摩南将军 都四颗星 他 他开始当兵的时候 哪一年嘛 你想想看 对不对 大小战役看多了 他们认为啊 在越南打 大概就像当年呢 在欧洲 跟德军打 那个不一样啊 到越南之后啊 听说很多美军士兵啊 蛮可怜的 因为呢 他们是抽签抽到了 美国那时候是征兵哦 不是木兵哦 是征兵 照出生年月日 对不对 我们曾经讲过 比如说我在这个池子里摸 对不对 比如说八月 就十二个签嘛 八月 在三十个签里面 一号到三十号 或三十一号摸 一号 那凡在这个几年到几年当中 年满十八岁 八月一号出生的男性 通通路五 美国抽人这样抽啊 听说抽了后来365天 都抽没了吗 对不对 所以才会有韩国白马斯啊 到越南打仗 你就知道这个越战啊 打到后来这些士兵啊 真可怜 新兵中心出来 这些陆战队士兵 尤其在西山那一场 西山各位可要知道 那场战啊 是 两万人为五千人 那个炮火连天 那五千人啊 当时摩南将军说 死守西山不能退 因为西山呢 是胡志明小径啊 最重要的一个节点 一定要守住 从1968年的1月21号 打到1968年的7月9号 美军死了多少 三千五百人死掉 九千人受伤 对不对 援军啊上来都受伤啊 一千五百个失踪 不见了 其实也都差不多这样了哈 多少飞机打掉 197架飞机砸掉啊 78辆坦克没了 46门大炮毁了 对不对 美国在这个时候 这段时间 从1月底到7月初 出动 4000架次的飞机 去丢炸弹 丢了多少大炸弹 4万吨炸弹 4万吨 狂轰烂炸 打到后来啊 蒙个眼丢啊 对不对 无差别的丢啊 就往丛林里面丢啊 对不对 打到后面都疯了 那个美军啊 那些小兵 刚刚18岁高中毕业 抽签抽到了 报效祖国啊 就出发了 对不对 新兵中心出来 剃个大光头 就到了越南 那个丛林那种炎热潮湿啊 美国人美国没有那种地方 你在佛罗里达 可能还差不多接近 那些住在北边的 那个山区里的那些 那些小年轻 到了越南 傻眼啊 酷热 潮湿 多雨 哇 那个对他们而言啊 那个就是 简直是地狱啊 很多听说当时美军士兵啊 都希望啊 我就种个蛋 我就可以回家了 这不要死了 受伤 对不对 我就可以后送 我就可以被退役 因为负伤了嘛 就可以退役了 很多人还居然有这种想法 你就知道当时啊 这个越战打的是什么 一点都没士气 那这个摩兰将军呢 就是打了一辈子仗嘛 在这件事情上 当时啊 他就一直啊 想要什么 用要胜利嘛 要大火力 所以他后来要求B50号轰炸机啊 去丢啊 那个 那个 那个真的是像 那个什么 下雨一样 那个炸弹啊 哇一片 撒下去啊 哇 那真的是很可怕 好了 那据说啊 当时是 后来有一天啊 在白宫开会 那这个参谋 长联席会议主席里面啊 他不是主席啊 参谋长联席会议 有一个 有一个将军啊 他就在跟 总统开会的时候 在椭圆办公室 他就说啊 这个我们啊 呃 是在越南的战争啊 应该要尽量避免 使用 核武器啊 这个总统就觉得 这个 这个将军啊 怎么突然讲这句话 就就找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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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就问他 他说 你应该跟这个主席啊 谈一谈啊 那个主席呢 是谁呢 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是 鄂尔 鄂尔 惠勒将军 啊 他说应该找惠勒将军啊 谈一下 那 令登 中生啊 就跟这个惠勒啊 就谈了 那 惠勒呢 才 三问四问啊 才终于说啊 我们呢 因为考虑到 越南局势 的不可控性 我们呢 已经叫冲绳太平洋司令部啊 现在改成印太司令部 就当年在夏威夷的太平洋司令部 只是冲绳特别应急小组做好相关准备 各位听懂了吧 这个核弹放在冲绳美军基地 就必要的时候呢 去丢啊 那 这个总统就 其实是非常的 生气 你知道 因为 他是被后来告知 因为 他们是已经有一个计划啊 这个计划呢 叫做这个 这个这个下额骨啊 骨折计划 这个在拳击赛里面就是 打到敌人的这个下巴脱臼啊 打的打的这样 那核武就这种威力 蹦一下 打到你这个骨折 那个已经进行很久啊 这个概念是 第一 这个武器啊 要进入 随时要去丢 对不对 要丢多少当量 要多少颗 谁去丢 飞行员是怎么飞 丢在越南的哪里 全部都做好计划了 总统通通不知道啊 总统都不知道这件事 对不对 然后呢 总统跟这个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啊 会乐 谈完了 会乐马上就通知啊 驻院司令 柏兰将军 这个都是 后来公布的机密资料 现在全部藏在 林登军省的总统图书馆里面 公开的 可以去阅读哦 当时的资料就这样写 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啊 就通知 美军驻院司令 柏兰将军说啊 总统知道了 对不对 那呢 你知道柏兰多酷啊 他回给主席啊 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 说啊 我们需要更大的火力 核武器 化学武器 都应该在名单上 你就知道那种 打到后来啊 那种求胜心切 不计一切代价 因为在1968年之前 当时啊 美国CIA 情报员很多嘛 就去评估了 做了一份报告 55页哦 递交给总统 在里面 他这个CIA还是很公正啊 在越南能不能用核武这件事情 CIA的报告是这样讲 说呢 他可能呢 他的这个政治风险 他的政治后果 政治风险 大于战术上的利益 简单的就说呢 你丢了这一颗 后果是难以估计 对不对 中国反应 苏联的反应 那可能是难以收拾啊 你怎么知道 北约不会去找一个核弹 因为在1月31号 当时那天晚上 是最后一天啊 那这个Lindon Johnson呢 正在庆幸说 哎呀 那么多烦恼是从21号到今天啊 1月终于要过 他在办公室啊 跟幕僚还在聊天啊 觉得说哎呀 这个希望2月份啊 我们能平静一点 刚讲完话 他的国务卿啊 就冲进来了啊 他的国安顾问 他的国安顾问就冲进来 他国安顾问呢 叫这个罗斯托 就说 报告总统 麻烦了 我们有一架啊 这个轰炸机啊 这个特别敢装过的 攻击轰炸机 飞到中国的领空上面了 对不对 那当然呢 还好啊 没有进一步的冲突发生 哇 那个Lindon Johnson听说 在当天的工作备忘录上 签字的时候 在下面加了一句话 他写什么 感谢上帝 1月就要结束了 他认为呢 误闯中国领空之后 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2月就要过了 可是2月才是噩梦的开始啊 对不对 所以哦 中央情报局的报告 就讲得非常的清楚 因为打了越战 整个世界局势 当时在不断的变化 对不对 中美的紧张 美苏的紧张 都不在话下 我们前面讲嘛 北约能够有春季公事 他后面 还是有所谓的支持嘛 你这个局势的发展 美国如果你一意孤行 用了核武器 对方也会用啊 这个是 谁都收死不了 当然从这个历史的事件当中啊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 当年的西三战役啊 实际上是美国在越南 吃败仗的一个最经典的代表作 那大量的新闻图片 访问那些士兵的资料 源源不绝的在美国电视上播出 那美国反战的声音呢 就开始越来越大声 美国人认为他们一向是 这个在全世界无敌手啊 对不对 等于像一个世界冠军 居然今天在越南 被击倒在地 那种感觉啊 是又错愕 又感觉羞辱 又气愤 政府的无能 对不对 怎么让我们的子弟兵啊 这样子源源不绝啊 走进战场 抬回家 都是这种悲剧 大量的士兵啊 在越战中死亡 所以到了1972年的时候 尼克松不是都已经受不了 对不对 他实际上尼克松后来上来 就已经知道 越南不能再打下去啊 怎么办 要停止啊 最后怎么办 想到拉中抗输啊 所以才会有1972年的中美 这个互访到79年建交 越南战争也因为这样 就慢慢平息下来 那当然我们刚刚讲前面的 这个事情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的军方 经过这些年会有改变吗 美国说哦有啊 我们现在呢 都有做规划 在这方面呢 因为上次那个经验之后 我们对于核武器的使用啊 现在管理上更加严格 才刚讲完话 前一阵子呢 美国军方又提出了一个 于就是说 就是说要政府啊 就是就是简单讲 叫总统授权啊 在特殊状况的时候 因为现在哦 在美国 启动任何核武器 要有总统的那个皮包里面的磁卡 还有密码 对不对 但他们希望在低当量的核武上面 给军方一定的权限 就是说你总统没有批了 对不对 但是当情况紧急哦 两军对阵的时候哦 我军已经要被打败的时候 我可以丢出一颗 对不对 让我军啊 能够反败为胜 因为报告 总统来不及了嘛 你总统再授权再下来 我们都没了 对不对 比如说 某国 攻击我军航母 那怎么办 还跟总统报告说 哎总统总统 我们要沉了要沉了 绝对不是啊 立刻还击 对不对 就在快嘛 所以呢 他们还提这个申请 当然现在还没批了 但是就看得出来 军方的永远啊 他们总认为 这些民选都是官僚 对不对 来来去去 但你想军人 一干就一辈子啊 他不是像那个政客 四年一任 对不对 选民不喜欢回家 对不对 军人不会啊 军人就是效忠国家 一干一辈子 所以在未来啊 整个亚洲的局势当中 什么东西都是 不停的变化 尤其是 说真的 这大概十来一年 我非常关注 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 看到亚洲局势今天 走到这样 真的让人 不免感到真的担忧啊 我们还是回到点上 真的是希望 拜登这一次啊 突然有个惊喜 就去了飞到北京 对不对 真的跟中国的领导人啊 大家共伤大计 谈谈地缘 政治上的和平吧 不要一天到晚搞战争 包围 对不对 压制 累不累啊 真的累不累 人类文明进步啊 要靠手牵手合作啊 不是靠打仗 人类文明才能进步啊 对不对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 也欢迎各位在下方留言啊 那因为最近啊 这个油啊 特别多啊 因为特别那么多朋友加油嘛 那当然呢 活力十足 我们充满活力啊 加快脚步 往上冲啊 当然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要支持一下哦 要订阅 按赞啊 那当然呢 也欢迎各位留言 表达您的观点 那我们呢 明天准时 空中再见咯 拜拜